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Dee 我們是Amya Antoli 今天呢 要來講很多人敲碗的留學經驗 那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學歷 國中是同一所 然後高中兩個都是北英語的喔 小綠綠 小綠綠 對 大學我是唸台大 然後後來我是去慶應交換學生 然後就去慶應研究所 我是政大外交系的 去東外大交換學生 然後在東大念研究所 學費是很便宜的 因為其實學費還滿便宜的 就跟美國那些比都很便宜的 就跟美國那些比都很便宜 對因為研究所 上慶應的話兩年只要一百多萬 學費 對 那其實跟公立的差不多 對啊 慶應是學部很貴 特別是醫學部很貴 他博士更便宜 而且而且 而且沒有人要便宜 碩士也是一律平等的 就是沒有分科 然後博士也是一律平等的 都更便宜 交換 我覺得很好 是台大學費很便宜 政大有比較貴嗎 大概差不多 台灣的學費都很貴 對 所以你去國外學校唸的時候 像慶應的話 他一年 四年唸下來要 普通的學部大概要 在滿日幣左右 可是 你只要用台大的學費 對 你就可以直接去念慶應的學校 然後 而且慶應他是唸那個 別科 恩恩恩 就是他是有一個 日本語學校 是慶應附設的 別科啊 現在我才是一年要76萬日幣 所以等於 還滿貴的 你就用台大的學費去學 就是東外大 還有一個交換學生的program 但是他那個program 就是有 就是跟日文有關的 或者是跟英文有關在那裡面 但你可以去修一般的課 因為他們其實也還滿多課是英文教學 這樣很好 然後就是你可以隨便修 但是他就不會理喻你 就是你得跟他的學生一起去修 然後拿到那個可以拿回去抵學 對對對 住宿舍 可是你知道我們那時候是一個很不好的時機點 就是東外大大有搬過一次學校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宿舍最終的幾年 在原本校區附近 然後 東外大大現在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 東外大大就是 湖中跟秋風附近 對 但是他原本的校區在斯卡摩 所以就很遠 所以其實那個宿舍過去要一個多小時 而且要換三次 哇靠 對那你真的很可憐 因為我在交換學生 應該超好的 我超級爽 當年是我不知道清晰怎麼了 他有一個只有交換學生才能住的宿舍 然後就是一棟一般的房子 一二樓是男生 三四樓是女生 然後一個一個房間 對 每個房間有配Unit Bus嗎 然後他其實還有一口碗 而且他的地點超好的 在三軒茶屋 超好 因為十幾年前喔 三軒茶屋現在已經掉下來了 但是以前很久以前是 跟現在吉祥寺一樣 就是大家最想來住的地方 你們宿舍要付錢嗎 要 可是他只有六萬五 我記得 就是非常便宜 然後 隨便有包 然後網路通嘛 我們封舍寫在最後再聊好了 對啊 封舍寫在最後再聊好了 對啊 其實我封舍寫之前都講過 對啊 因為你講完了就是我 研究所的話 我有當研究生耶 你要先自己找教授 然後找到之後 你要自己跟教授聯絡 問他說他願不願意收你 然後他如果願意收你的話 就是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直接來報考研 或者是另外一種就是當研究生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先考 那個交流協會的獎學技 考過之後 因為大家都是從研究生開始當比較多 所以我就是先從研究生開始 所以你念了三年這樣嗎 我念三年 但研究生也要考 然後為什麼說需要研究生 就是因為文組的話 他們大學要寫論文嘛 我們沒有寫過論文 所以其實我們研究生一年最重要的是 我們得教要寫論文 然後教一個類似他們的手足論文 所以你手足都教完 你就是沒有筆試就可以直接進他的手足 當然要筆試啊 而且其實筆試並不簡單 真的喔 對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英日文 然後加上普通的專業科目 然後他的專業科目 因為都是稱論比啊 對啊 沒有一定的英文 就是日文程度應該很難考過 就是文組的 不一樣嗎 一樣一樣 可是我覺得還蠻簡單 好吧 我沒有覺得很難 輕易就不用考 不用找老師 真的 就是你只要 不用找老師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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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覺得找老師應該是最大的一個困難 對 就完全不用啊 就是我們什麼都沒找啊 就直接考 對 報考 對反正就是一連串的那個所有的書類 你知道要弄好要寄過去 過了那個第一關的書類審查之後 你就可以報考筆試 考英文跟 考專科一科 英文就是英翻日嘛 也是你說的那個 一篇文章 一篇英文 然後你就翻譯日文 反正就是我是考商學專科 所以就是 什麼都有啊經濟啊行銷什麼 雖然我本科是念這個的 可是因為 還有日文的說法 就你不能全部把它翻成 我還是去買了 比如說我記得那個 伊藤人蟲 本來就是很有名的 大家都有念的 他的經濟的基本書 然後看一下他們是 哪個字是要怎麼寫 我自己覺得 非常 就是沒有很難 然後我們還有個比試 念試 就是隨便問 應該全部人都有想 念試我連 問什麼多啊 對啊 完全不記得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日本人真的很常要念就說 對 念日本人的同學還蠻多 真的嗎 那我們沒有 他們是想要當學者的 東大的會念吧 對啊 就是修飾念完會直接念博士的比較多 那東大就可以遇到日本人 好 慶應也不知道日本人 因為大部分念慶應的人就是要投身社會 他不會想要去念就說 好 前提就是 都是同一間宿舍嘛 對不對 真的是敲個門就進得去囉 好難喔 而且還是 男女一起喔 然後 主要上個樓就好了 對對對 然後我之前有講過 他是日裔美國人 他是國中就去美國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要拿個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他寫成 真行 但他叫麥克 我沒有想到我講 真行軍 真行軍 真行喔 真的很型的那個真行喔 然後叫麥克 我後來覺得他就很堅 因為他就在那邊就是 一副表現很勉腆的樣子啊 然後跟我聊的時候說 因為他講英文有槍 所以就是 他高中都不講一句話 因為你知道美國學校會有那種 就是大家欺負 或是大家不理的人 我就覺得好可憐 所以就是 對 所以就是走得很近 反正我們 有心啦 然後我還記得就是 我自己覺得好像有家王吧 但我們就開始 感覺他是 那個姿勾的那個感覺 後來他就 很痛苦的說 我沒有 我忘不了情侶喔 這樣子 然後我們不能夠 就是再繼續這樣 現在我講起來 他應該就是 剛來 你知道他出來 乍到都會有那種 很浮躁的心情 對 就是一種很想 求偶的心情 而且我覺得他搞不好就是 其實根本沒有跟他女朋友分手 應該是 然後有另外一個美國人 他也很妙 他的日文非常非常的流利 然後他特愛JPOP 因為我們也很喜歡JPOP 就還蠻合拍的 然後我還是有一天 我走路就是從下樓 然後他在那個洛洛比 他看不到我 然後就馬上拿去騎他 大唱 你的愛不是嗎 對啊 好重喔 反正我覺得他還蠻好的 然後但他有女朋友 他女朋友是那個 錦上洋水的女兒 喔 就 對他還因此就是牽線 然後見了錦上洋水 然後問他說要怎麼討教說 他怎麼在音樂界混下去啊 怎麼介紹唱片公司啊 後來他就跟那女朋友分手了 然後剛好卡在我跟那個 麥克走的 就是不太 就是不太 然後我記得我就在他房間 然後聽他 聽他訴苦 然後聽聽聽聽聽 然後就 就 就 就又吻起來了啊 有點忘記 反正後來就是我就說 啊我要回房間 然後結果他就跟過來 他說 然後就 然後就跟中間 有沒有很 你知道嗎 這整個不是都很 對啊 所謂的台詞都是很像那種 為什麼 原來是現實上 這麼發生這種時代 就說 然後就是專禁 然後結果 整個就是開始 這樣 然後 因為我在別的 別的影片講過 所以我那時候是處女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不太好吧 而且我怕他嚇得到 你知道嗎 不要不要不要 那個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然後他後來就是止住 然後就回去這樣子 對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啊 就我也沒有很討厭他 我就覺得 如果如果OK的話可以進一步 然後但結果 我就試著傳了一下 簡訊給他個一天 可能那些說 啊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說 就是 又發生一個 又發生一個很點心 就說 請你忘記昨天發生的事 這樣 我想說 好 所以沒附沒附 然後就跟Kim走比較近 後來就在一起 我記得那個時候 反正就是剛入學 那真的是發生在 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的事情 結果後來有一次 我跟Kim已經吻覺 然後他在我房間 那男人就敲門 然後 他就大概 有想要怎麼樣 可能有科了 然後想要再續他 沒有做完事吧 然後結果 我就說 就有人在 然後他還是 他就死不走 一轉奇怪 我就問 你可不可以走一下 然後他就走掉 然後我去Kim就覺得 不爽 所以他們還在那邊 就是 好像有一個別的聚會 而且他跟Kim是同級的 我記得 就是同一個 日文 level 在我下面 他們兩個就在那邊 好像有講過 說我已經跟 立獎講完 不要來 然後那個男的 後來還跑來跟我說 就是Kim有跟我講 這樣子 我想說 這是高中生的那個 劇情 就超好笑的 反正就是 常常會這樣 在那個宿舍裡面 真的是 發色了蠻多的趣 其實我們的論文 還蠻難的耶 真的 我論文是非常行 就是他會有幾個 幾個 step 然後你如果簽一個step 被打槍就進不了下一個 真的喔 但是你時間會一直 一直往後退嗎 所以常常有一些人 就是一直被丟 一直被丟 那果然東大真的是有 有要再培育研究者的 嗯可能吧 因為清大沒有這樣 因為是很久遠以前 對啊 就想會有什麼 彈口炸 青春耶 對啊 我真的覺得高中生真的是人生中 絕對最快樂的一段時間 那我的結論就是 我有無意 可以先交換一下 好想回到青春時代 不行 好嗎 好 拜拜 拜拜 我後來剪出來都很安全 我都把那些 就是好像會被罵的地方都剪掉 下意識的 我很害怕